欢迎收听明慧网报导的大陆消息 云南石林县残疾人高翠莲一家四人同入冤狱 据明慧网2020年9月11日报导 2014年4月19日 法轮功学员高翠莲一家与亲友共16人 正在家中吃饭 北大村派出所和公安局的一帮警察闯入家中 没出示任何证件就直接抓人打人 16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其中周琼辉和张光琪两人已被迫害至离世 高翠莲被警察把左手臂拧成螺旋式粉碎性骨折 并与大妹高翠芳、弟弟高夸妻和小妹高琼芳 都遭到非法判刑入狱 高翠莲被非法关押三年六个月出狱回家后 仍受到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办人员的不断上门骚扰 高翠莲的弟弟法轮功学员高夸七 被石林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零六个月 关进云南省第一男子监狱遭受迫害 在监狱里警察指使犯人在高夸七的馒头上抹不明药物 导致高夸七眼睛看不清东西 高翠莲的大妹高翠芳曾经患美尼尔综合症和严重的腰椎肩盘突出 疼得她什么活也干不动 修炼法轮大法后高翠芳身体康复 自2008年起高翠芳因修炼法轮功曾先后被三次非法判刑入狱 共七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最后被迫害至身体出现甲状腺癌症晚期症状 高翠莲的小妹高琼芳被石林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关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责任警察是罗亚廷 包夹人员有万静徐顺英 对高琼芳进行精神摧残和身体折磨 大陆综合消息 上海闽航区法轮功学员聂广峰 在2019年11月13日 被专桥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 于2020年9月9日被凤贤法院非法判刑两年 聂广峰家住米航区灯辉路银春小区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患有高血压 胃出血 心脏病 严重时无法进食 依靠吃药甚至住院 他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 2012年9月聂广峰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 被闸北区大宁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 之后被判刑三年 关在上海提兰桥监狱 如今又被非法抓捕 冤判两年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法轮功学员袁玉琴 姚新人和傅秋荣 在2019年7月被国宝跟踪绑架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年多 姚新人在龙口市张家沟看守所 被迫害至脑溢血 目前呈植物人状态 袁玉琴被龙口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傅秋荣被非法判刑三年 罚款三万 2019年12月 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杨健璐 因在市场讲法轮功真相 被宣化县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绑架 被关押在宣化看守所十个月 今年9月4日 杨健璐被宣化区法院非法庭审 他的女儿证实了父亲修炼法轮功后 给家庭带来的美好 律师也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下午休庭之际 公诉人走调 非法庭审不了了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速听就是这个产生于 主庭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